见到第一线,第3166章,天地成伤,周虚异象,外见,逍遥周天穷深处,那一片亲笔精英的菩提叶悬浮,混沌气流转,却一直不曾有任何动静,可这一片看着不起眼的叶子,却牵扯到不知多少人的心,所有人都已确定,那叶子内有着一方足以困住天地的洞天秘密,可没人知道其中在上演着什么。 越是如此,就越让人无法不关注。 天穷下,吕红袍,枯悬天地,石尹真祖等人,依旧在和楚山客,黑衣三世佛等人,激烈厮杀,可对战的双方,同样也在时刻盯着那一片亲笔叶子的动静,天地之间要奋出生死,实在太难太难,哪怕技高一筹,要杀死对方,也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。 故而,谁都清楚,决定这一场生死局的,不在他们这一场大战,而在那一片亲笔叶子中。 这时候,若有人杀出来,将那一枚叶子掌控在手,注定可以轻松主宰苏义和还是那些天地的生死。 暗中,有影视者低语,不少人眼眸光闪烁,谁能看不出这一点,眼下,就看那些天地的阵营中,是否能腾出手来,去抢夺那一片叶子了。 勾尘老君扫了那些影视者一眼,二等最好不要有插手的想法,否则,我第一个饶不了他。 一众影视者默然,也就在此时,一场不可思议的异变,引发所有人注意。 这是,勾尘老君和那些影视者皆第一时间看过去。 静天阁上空,若素轻移了一声,就见那天穷深处,周虚规则之中,呼得产生异动。 无数耀眼的规则涌现,道光照彻九天十地,而在这耀眼的道光中,有着一幕令人心悸的异象上演。 一座神秘古老的火焰熔炉,在那无数周虚规则中,映现而出。 这,赫然是灵天地的永恒地作,旋梨地作。 可下一刻,那一座映现出来的旋梨地作,就四分五裂,那一幕神秘的异象,也随之消失在无数规则力量中。 整个天穷深处,产生一阵古怪而奇异的大道轰鸣之音,透着悲怆的意味。 一如阿月在回荡。 这一幕匪夷所思的景象,不止映现在逍遥洲上空,在整个永恒天域三十三周的天穷深处,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 天地殒命,地作崩坏,天伤地悲,大道绝畅。 有影视者震惊出声,据说在天地殒命时,会引发周虚异象,让天道为之哀伤,产生大道悲鸣。 眼前所上演的那一幕异象,分明就是在印证这个传闻。 这一刻,但凡注意到这一幕的人,脑海中皆齐齐浮现出一个念头。 旋理教开派祖师,临天地死了。 这一刻,整个永恒天域天下各地,但凡有修道者的地方,皆被这一幕惊动,为之悚然,难以置信。 自末法时代落幕至今的漫长岁月中,这天下再不曾有天地殒命。 甚至在世人眼中,天地如主宰,如天道,既不可撼动,也不会殒命。 所谓横骨永存,长生久世,就是用来形容天地的。 谁敢想象,就在今日,一位主宰世间无数岁月的天地,会陨落于世。 天地同碑,大到哀鸣,整个天下的天穷深处,皆在久久地回荡着,那宛如为地寅而悲弃的周虚道音。 旋理教祖庭,所有的大人物,所有的弟子门徒,在此刻全都愣住。 全都如遭雷击,呆滞在哪? 祖师,没了。 这怎可能? 没人能接受。 天地殒命,这就像一记金氏雷霆,乍响在整个天下,震撼世人。 天地怎可能会死? 这不可能。 这天下,谁能杀得了天地? 世间各地,在发生大地震,引发轩然大波。 而在逍遥州,风雪山一记附近,正在激烈厮杀的双方天地,也都被惊到。 灵天地死了?死在那一片青壁叶子内的洞天秘境内。 楚山客,黑衣三世佛等人,无不变色,心都沉重下来。 那么多天地一起联手围攻苏毅一人,竟都被苏毅反杀了一人。 看来,之前在天穷深处厮杀时,苏毅明显还藏有不为人知的底牌, 故而才能在如此短时间内,就在那座由他主宰的洞天秘境中,击杀一位天地。 有影视者沉深开口,一些影视者脸色都难看下来。 每一个天地,皆是能够正道祖境的存在,在命运彼岸都称得上绝世, 让任何始祖级道统都渴望将其收入门下。 而灵天地,早被命运彼岸的一股始祖级力量招揽,是座自家人, 要在以后为灵天地铺一条正道为祖的通天大道。 可现在,灵天地却死了。 既然要分生死,自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,不奇怪。 勾臣老君神色平静地点评了一句。 那么多天地,现在只死了一个而已,有何大惊小怪的? 当初在宿命海之战中,三清关的道祖松兰,可都被灭杀了。 而还不等人们从灵天地与命的震撼中回过神来,那天穷深处再次有一变发生。 依旧映现出照彻整个永恒天域的大道意向,依旧有悲戚哀鸣般的大道之音响彻。 而此次所映现的,则是玄镇地做四分五裂的一幕景象。 玄镇,大道玄纲,雷霆之本,这个永恒地做由无须天地所执掌。 当目睹这一切,谁还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? 一下子,所有人都差点猛掉。 仅仅不到片刻,继灵天地之后,无须天地也死了。 这让谁敢信? 难道说,灵天地的死就是一个预兆,代表着苏毅现如今已经扭转局面,掀开了一场针对那些天地的血腥杀戮行动。 有影视者难难,一切的细节都在表明苏毅在反攻并且占据优势。 否则,不可能在如此短时间内,就一口气杀掉灵天地和无须天地两人。 而这,就像打破了平衡。 之前时候,一众天地一起联手,都杀不了苏毅。 而现在,随着两个天地与命,带给苏毅的威胁注定越来越小,也让苏毅的优势越来越大。 此消彼长,攻守之士一野。 这一点,谁都能推断出来。 包括黑衣三世佛,楚山客等人,全都意识到不妙,平生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。 他们都意识到,必须尽快去阻止这一切,否则接下来,怕是还会上演天地与命的事情。 想到这,黑衣三世佛,悄然间看了远处的楚山客一眼。 下一刻,楚山客袖袍一挥,悄无声息的,一个面容苍老,身着紫袍,眼眸成血色,身影却近乎虚幻透明的老者,凭空而出。 紫玉魔帝。 枯玄,吕红袍,轻衣天地顿时变色,几乎一眼就认出,那老者乃是玉外天魔一脉的紫玉魔帝。 一个早在末法时代,就曾率领玉外天魔大军,入侵永恒天狱的老家伙。 只是,谁都没想到,紫玉魔帝会和楚山客勾结在一块,在此刻凭空杀出。 一下子,枯玄,吕红袍等人皆意识到不妙。 暗中的影视者,皆注意到这一幕,神色各异。 静天阁上空,若素袖眉微调,还真被苏道友猜对了,玉外天魔不可能会错过今日这一场生死战。 找死! 吕红袍猛地挥剑,就要去对付紫玉魔帝。 黑衣三世佛呼地微笑道,红袍姑娘,你若对付她,我可就去那天穷深处了。 吕红袍翘脸一沉,恨不能一剑劈死这秃驴。 她飞快传音给清衣天帝,让后者出手,去牵制紫玉魔帝。 出乎吕红袍意料,清衣天帝却告诉她,无需为此烦忧。 还不等吕红袍问明白,紫玉魔帝早已出动,一步略向天穷深处。 她身影上在途中,就隔空出手,一把朝那一片轻蔽的菩提叶抓去。 可就在这一瞬,一个小女孩翘无声息地凭空出现,她衣衫陈旧,身影先生。 她的手,面容轻质,看起来楚楚可怜。 唯有那一对大大的眼眸深处,翻涌着妖异深沉的暗红光泽,令人心悸。 她出现后,就像一抹虚幻的光影般,突兀地来到紫玉魔帝身前,仰头露出一个灿烂甜美的笑容。 而她的右手,早已如刀锋般批出。 哄! 强大如紫玉魔帝,就被一击震退。 那片虚空都随之紊乱。 一下子,全场接惊。 吕红袍,哭玄他们接认出,那小女孩赫然是无邪,当初在文州九一禁区时,被苏毅所降服,一直跟在苏毅身边。 只是,他们万没想到,才多少年不见,这来自玉外天魔一脉的小女孩,竟然都已拥有对抗魔帝的实力。 那些隐试者皆惊恶,怎么玉外天魔的魔帝,和自己人厮杀起来了? 无邪身上的气息,自然瞒不过他们。 正因如此,他们才胆道不解。 勾臣老君,则不禁新生一丝钦佩,根本不用想。 那小女孩的出现,必然也是来自苏毅早已准备的后手。 这也从侧面证明,苏毅早料到玉外天魔会横插一脚,进天阁上空,若苏为自己斟了一杯茶,疑太悠闲。 小女孩无邪,是她在暗中放出去,为的就是等待这一颗沙出来,以对玉外天魔的势力。 小姑娘,你对你家主上的忠心,究竟有几斤几两,眼下就能称量出来,只希望,你可别让他失望。 若素心中轻语,无邪毕竟来自玉外天魔一脉,和紫玉魔帝同足。 而玉外天魔一脉,本就是心魔之体,最善于隐藏心思,绝诈无比。 无邪的忠心,是否靠得住,接下来就能印证。